相对北方 南方人对面食热情不高 但如果有海鲜 情况就有所不同 麦饼外酥内糯 松软绵香 自然离不得小海鲜 小身材大味道 无论是唱主角还是跑龙套 小海鲜总能让食物活色生香 从陕西到浙江 两千公里车马劳顿 周朔纳返回故乡 妹妹一行 也赶在回家的路上 年轻的时候要想着独立 要想着闯荡世界 那现在的话就觉得回家 一有时间就回家 周朔纳姐妹五人 小时候由奶奶照顾 成年后 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 每个相聚的机会 都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 她一百岁了 你爱火腿肠啊是不是 我们是爱面 你爱火腿肠啊是不是 我不跟牛牛姐姐好 为什么 你又不跟牛牛姐姐好 给 给 给你 你给我好一下吧 午餐是长寿面 手工擀面 全家人都要参与 周朔纳从小帮厨 远嫁陕西后 做面的手艺精进 西北的面条 与东部的海鲜 将发生一次亲密接触 母亲开始准备浇头 小白虾体态玲珑 花葛寻常易得 清新的小鲜 配合喂重的肉酥 更能激发鲜味 一碗上好的海鲜面 面条爽滑 汤汁清亮 焦头精彩 家人团聚 贬食必不可少 材料的比例分配 主妇各有秘诀 一年四季 越是食令了海鲜 越是让扁食出彩 馅料放上面皮 包裹起来 头尾对折 三岁的仔仔和妞妞 很乐意参与其中 与其说是料理食材 不如说是交流情感的 家庭游戏 麦子包得挺好的 这也就好啊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要求太高 比你三姨 肯定是可以 那也可以的好吧 剔透小巧的扁食里 各种味道正在沟通和融合 待到八分熟 一枚鸡蛋提色增香 今晚的餐桌 小海鲜是绝对的主角 母亲年轻时开过餐馆 多年的灶火淬炼 功夫已经炉火纯青 操办一台海鲜大戏 母亲不惜穷尽手艺 我们总是以来就觉得 我妈就属于那种 非常能干的主妇了 她就做的菜就超好吃 一般到家里了 就不去外面了 就在家里做饭 就在家里吃我妈做的饭 看奶奶生日快乐 一桌寿宴 丰足团圆福寿 这大概是所有中国人 对家的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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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好 好 望着月亮的时候 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时间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 好 好 啊 哇 没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立正月十四是三门的元宵节 当地人称之为十四夜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糟糕 糟糕分为甜咸两种 大量的高糖分食材 以及葡萄香蕉等甜果混合熬制 湿冷的天气 一碗热气腾腾的甜糕 粘稠甘甜诱惑难挡 吴氏祠堂 吴澳村的活动中心 十四夜这里将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 祠堂造访里原料摆上案板 主妇们盲成一团 他们要烹制一大锅糟糕羹供族人分享 十四夜的糟糕浓墨重彩 爽脆的山药冬笋 醇厚的香菇豆腐 小海鲜粉墨登场 虾仁饱满 母粒肥嫩 混搭风干的旺潮 鱼响 鲜味与烟味融合 赋予遭更更多层次的风韵 大荤大素 小鲜小鲜 一同烹煮 达成美妙的平衡 反复搅拌 使羹汤出筹 参与做羹是一种荣耀 主妇们竭力证明自己的厨艺 糟糕熬的恰到好处 汤汁晶莹清亮 香落年连 孩子们集群结队 挨家挨户讨羹 每家都乐意把大门敞开 来客越多 主人的脸上越光彩 宣闹的祠堂 一年一度的盛宣门正式起目 老幼尊碑 鲜美的羹汤 谁都要分上几碗 年中碎首重启轮回 人们用这种方式感恩过去 人事顺避 期盼来年鱼虾满仓